大家好,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我是孙宁 340万元买的房子,现在170万元拍卖 东莞断供人数太多,已经成为了一个秘密 具体数字没人敢说,目前只是看到了中国房价不断的下跌 房产已经缩水了一半,但还要继续还高额的房贷一分都不能少 有不少被迫借钱还房贷亏的血本无归 最终房子也不得不进行拍卖,房价下跌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知道跌到什么时候 中国经济低迷导致大批的百姓选择断供 一时间大量法拍房冲击市场,造成价格持续下跌 断供房的涌现也意味着银行业的坏账风险会随之而来 银行拒绝承担风险,不同意用法拍房抵债 中国楼市断供潮愈演愈烈,开发商不好过 银行也低头了,现在就算你月供还不上 银行也不会马上收走你的房子 要是以前如果房主断供 就意味着房子要被银行收走,进入法拍程序 但是最近,福建的一个案例却让人大跌眼镜 一位购房者断供了三个月 银行不仅不收房还劝其共度难关 并提出每个月只需要还四分之一的月供就可以了 其实银行这种做法也是出于无奈之举 首先从银行的利益出发 起诉和法拍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而且即使成功追回部分资金 也可能因为资产贬值而难以覆盖全部损失 其次从房地产的整体形势来看 银行本身就有去库存的压力 在目前这种市场环境下 就算银行收回断供的房子 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卖出去 哪怕是把这些房子进行法拍处理 不仅无法卖到理想的价格 还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的恐慌情绪 近日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 有网友发文阐述近期的自身经历 2021年花175万元人民币 在福建省福州市敏侯大学城买了套房 月供6350元 大环境不好现在已经断供三个月了 银行前三月打电话催还月供 到第四个月不还就该走流程了 包括银行通知法院查封进入法拍程序 最后进行债务清算等等 没想到后来断供的房主竟然又收到银行通知 说银行不要房子了 现在只还月供的四分之一就行 这种优待给延期两年 期间只要按约定还款 两年之后再说 然而发生在福建的银行拒收断供房 不过是冰山一角 对于握在手里的断供房 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以一种 极其谨慎的方式处理 不但不着急到法院起诉 反而是在想办法 劝断供者继续缴纳贷款 目前银行转变太多的原因 主要是中国断供房数量越来越多 2017年国内法拍房只有9000套 而到了2019年 法拍房数量就快速飙升到了50万套 直接翻了50多倍 截至2023年底 断供房超过350万套 而银行拿了大量法拍房 将会面临无法及时变现的问题 面对不良债权越来越多 中国大陆多家银行开始招聘 催收人才 相关消息引起关注 中国民营银行三乡银行 5月31日公告称 因业务发展需求 面向全国招聘高级催收管理人才 高级电催人才等7个岗位的高级人才 任职要求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法律金融专业背景 有5年以上催收管理工作经验 三乡银行由三一集团 联合汉森制药等9家湖南省内 知名民营企业共同发起设立 于2016年12月26日正式开业 注册资本金额为人币30亿元 该银行是中国中部地区首家 全国第八家开业的民营银行 今年报显示 2023年不良贷款率为1.75% 较2022年末上涨0.22个百分点 同时该行逾期贷款余额为13.41亿元 较上年增加5.20亿元 逾期贷款率为3.61% 较上年末上升1.16个百分点 除了三乡银行 近半个月内光大银行 微重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 也在招聘催收相关人才 甚至提出解决信用卡疑难杂债 提供20%到40%的佣金 有银行内部员工透露 目前银行抵押贷款 信用贷款等逾期率和断供率非常高 只要客户有还款意愿 能够保持正常沟通 银行愿意协助 展期 减免利息等 今年的主要工作不是放贷 而是追讨债务 中共金融监管总局5月31日数据显示 截至第一季底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9% 较上季基本持平 不良贷款余额3.4万亿元 较上季底增加了1,414亿元 官方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中国商业银行为偿还不良贷款 攀升至创纪录的3.23万亿元 中国央行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末 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 本外币总资产为417.3万亿元 同比增长9.9%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3.95万亿元 较2023年初增加了1,495亿元 不良贷款率为1.62% 而许多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细分来看 与房地产有关的不良率 从2022年的4.06%上升至2023年的6.48% 而且飙升的速度飞快 并且与房地产有关的信贷存量 占中国银行业全部贷款业务的比重 有40%之多 那么中国房屋断供率 为什么会快速增长呢 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 最近这两年很多城市房价出现了大跌 有些地方房价已经跌去了60% 把之前购房者的首付款都给跌没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投资炒房客就会选择弃房断供 显然房价在上涨时 投资炒房客跟风买房 而房价一旦出现下跌 把首付都跌没了 炒房者就会选择断供止损 第二不少人之前在买房时 每个月都能按时还房贷 但是这几年中国经济不景气 一旦碰到了收入减少或者失业 就会感到每月还房贷的压力大 甚至喘不过气 也只好选择断供 这部分人并不是不想按时还房贷 而是实在没有这个能力 继续偿还房贷了 第三之前一些人买房 主要是看到了周围人都在投资买房 而且有了赚钱效应 也就不考虑自己的实际经济能力 匆忙买房 现在遇到房价连续下跌 自己收入又减少了 这些人开始后悔了 他们后悔当初冲动买房 现在却要承受巨大的还贷压力 于是这部分人也选择了弃房断供 中国房地产业持续滑坡 今年头5个月 房地产业的投资同比下跌了10.1% 比今年1至4月份9.8%的下跌率还要糟糕 为了促进民众贷款买房 中国多地银行推出了房贷先锡后本政策 由银行最长可10年不用还本金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 有些人发文称 一些地区的建设银行 新业银行存量房贷可申请调整 还款方式为先锡后本 短期内缓解还款压力 有上海网友发帖称 客户可在建设银行APP上申请 降低月供 还款方式变为先锡后本 该网友选择了24期先锡后本 最低每月需还亿元本金 之后再恢复为等额本息 或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 然而财经分析人士指出 银行套路真深先锡后本 那个本还会产生二次利息 不是利息还了 只剩下本了 还有二次利息 例如按当前广州地区房贷新政 调整后的首套房利率3.4% 以贷款总额100万 时长30年 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来计算 供需59.65万元左右 若使用了先锡后本的新还款方式 前三年总利息共需10.2万元左右 三年后共还款利息53万元左右 共需还款大约63万元 较常规还款方式多了3.5万元 据大陆媒体报道 上海一居研究院研究总监 延月进测算 按照目前的月供情况 类似模式下 至少可以减少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月供压力 具有较好减负和缓冲效应 不过前期本金还的少 意味着后期利息会增加 因此申请人需要更好筹划存量房贷减负成本 另外从多家银行总行处获悉 目前未有下调存量房贷的相关举措 更有银行人士坦言 若下调将对银行息差带来更大的压力 延月进坦言 银行作为商业机构 其决策出发点在于维护自身利益和风险管理 下调房贷利率 意味着银行收益的直接减少 除非有政策引导或市场环境变化 促使银行做出调整 否则银行缺乏主动下调利率的动力 中国当局为了挽救经济 接连推出各大就楼市举措 并支持负债累累的开发商 但中国房市仍跌个不停 似乎仍难以探底 根据中国政府6月17日公布的官方数据 5月份中国新房价格连续第11个月下跌 2024年前5个月 中国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10.1% 而1月至4月则下降了9.8%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的计算 中国新房价格正以9年半以来最快的速度下跌 即4月份下降0.6%后 5月份价格环比下降0.7% 是连续第11个月环比下跌 也是自2014年10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按年度计算 新房价格同比下降3.9% 而4月份下降3.1%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 5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下降1.2% 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分别下降1.2% 1.3% 1.6% 和1% 据路透社报道 房地产行业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但自2021年年中以来 该行业遭遇了数次危机 包括开发商债务违约 预售住房项目建设停滞等 尽管中国政府以加大力度提振受危机打击的房地产行业 但2024年前5个月中的中国房地产投资低迷进一步加剧 数据显示 1月到5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6,642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20.3%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23.6%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35,665亿元 下降27.9% 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30.5% 房屋新开工面积3090万平米 下降24.2% 房屋竣工面积22,245万平方米 下降20.1% 中国5月推出了一系列历史性举措 旨在清理大量房屋库存 并刺激住房需求 判扭转房地产业困局 相关政策包括投入3000亿元人民币 清理库存 放宽抵押贷款规定 取消第一套和第二套住房的利率下限 以及鼓励地方政府购买 滞销住房 希望解决中国经济最大的阴霾 此后上海深圳和广州 推出了针对购房者的重大宽松政策 降低了首付要求 然而分析人士表示 在房价下滑趋势开始逆转之前 这些措施可能不会对该行业产生巨大影响 华尔街经济学家预测 中共当局将采取新措施 并增加资金以支持市场 摩根大通房地产分析师陈文浩 预计购物限制将进一步放宽 汇丰经济学家刘金预计 北京将采取更多措施清理库存 分析人士还示警说 尽管史上规模最大的房地产 就市政策可能会让中国楼市 短暂迎来一段小阳春 但最终不但难以持续 政府还可能变相趁火打劫 据美国之音报道 著有中国危机大逃亡一书的 旅美经济学者 秦伟平表示 他7年前写这本书的时候 就设想到今日的局面 也就是中国经济下行之后 地产开发商大量破产 随之出现大量的烂尾楼 最后只能由政府去接手收购 作为保障性住房 他表示 中国只有这条路能走 但能做到什么程度 要打个问号 以他对中国政府执行能力的了解 要想真正落实起来相当困难 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趁火打劫 虽然官方说会用合理价格去收购烂尾楼 但市场价值10亿元的楼盘 中国政府绝不会用10亿去买 反而极可能会趁火打劫 低价收购分期付款到最后也可能就不付了 变成中国式的结尾 另外一方面他还说 中国政府通过收储库存房的方式 可以在避免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方面 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尤其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住房 还能赢得一部分人心 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维稳手段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 郑正鼎表示 中国新一轮刺激房市的措施 对于有住房刚性需求的人 或者是学区房或是新兴热门地区 会有一定的诱因 短期内会有一些小阳春的效果 但如果想要整个翻盘 基本上难度非常的高 他表示据彭博报道 券商中国引述天风证券的估计 2024年3月 中国空房的面积约有44亿平方米 如果要让房地产市场活络起来 保守估计也要去化7.7亿平方米 如果以杭州临安区的公告标准 以70平方米作为一个单位 代表至少要消化1100万套的房品 估计起来必须要有7万亿或8万亿 甚至10万亿的人民币才足够 他表示 中国政府其实先前就曾编制 1000亿元人民币去做 以防换防之类的措施 结果经过了一两年 1000亿里面只用了几百亿 都还没有用完 表示市场上的反应不是很热烈 如今如果真的要让市场起死回生的话 即使拿出七八万亿的一半 也需要三四万亿 但中国前几天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数额 也只有1万亿 况且该1万亿也非全部用在房市 有些还要拿来做新制生产力等项目 所以很难持续 郑正平说 接下来就看市场买不买单 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如何实现了 只有中国经济增长消费者增加收入 房市才能恢复信心 但目前这两方面都看起来都蛮悲观的 中国失业率超出预期 外资流失也超出预期 所以整个作用还是很有限 好 感谢您收看 或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